把1.64畫成分數 等一下畫面會自動暫停 麻煩各位同學自己先試著上看看 上完之後再按下播放鍵 看看正確的解答 好,我們來看看 我現在把分數符號給畫出來 開始回想我們剛剛的快速四個步驟 我們是要處理小數的部分 所以整數我們不管它,直接就把它記下來 整數在畫成分數的過程當中 依然還是整數不會變 我們就來開始處理後面小數的部分 第一個步驟,各位還記不記得 小數點後面所有的數字擺在分子 那小數點後面的數字是6跟4 我就把6跟4擺上去 再來 步驟1有幾個數字 分母就寫幾個0 我步驟1有6跟4 兩個數字 所以我分母就寫兩個0 第三個步驟 在分母最前面的位數 在分母最前面的位數 補上一個1 我就補上1 最後第四個步驟 約分到最減 那要約分到最減 就是拿分子和分母的最大公因數 來做約分 那他們兩個的最大公因數是4 所以我就拿4來做約分 64除以4之後會變成16 而100除以4之後會變成25 所以這一題 1.64 畫成分數 就是1又25分之16 各位同學 這題你算對了嗎 把0.025 畫成分數 等一下 畫面一樣會先自動暫停 各位同學自己先試著算看看 算完之後 再按下播放鍵 看看正確的解答 好 一樣 我們要畫成分數 分數符號先寫出來 再來請依照我們剛剛教的 快速畫成的分數的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把小數點後面所有的數字擺在分子 那這一題小數點後面的數字有0 2 5 3個 我就把0 2 5 3個都擺上去 第二個步驟 步驟一有幾個數字 分母就寫幾個0 我步驟一有 0 2 5 3個數字 所以我就補3個0 第三步 在分母最前面的位數補一個1 我在分母最前面補上一個1 最後一個步驟 約分到最減 那各位同學 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寫0 2 5這樣子的數字 如果我寫一個整數的時候 我們不會在最開頭寫0 這個0我可以先拿掉 接下來就是做約分啦 25跟1000 它們的最大公因數是25 所以我拿25來做約分 分子除以25 等於1 分母1000除以25 等於40 所以這一題 0.025 畫成分數就是40分之1 各位同學 這題你算對了嗎